OK 上课 这个partner是要讲 先要讲一些 什么物质会跨模运输 跟浓度抖度这个概念 substant across membrane 那么任何细胞 它要跟它外界交换物质 就要通过这个细胞膜 那么世界上的物质呢 千奇百怪千种万种 那么我们先给它初步的归类 因为你只要性质一样的话 那么你跨细胞膜的方法 就大概都一样 那么我跟它分成大概这几类 第一个呢 non-polar uncharged molecule 这些分子呢不计大小 它全部都是non-polar的 全部都是uncharged的 然后non-polar这个字呢 通常就跟hydrophobic这个字呢 是同等意思的 那么这样子的molecule呢 有我们熟悉的O2 CO2 O2跟CO2呢 它们都是non-polar 都是uncharged 然后还有就是一堆 lipid soluble molecule 就是溶解可以溶解在脂肪的东西 例如fatic acid 例如glycerol 例如fat-soluble vitamin Namey ADEK Vitamin A Vitamin D Vitamin E跟 K呢 它是脂溶性蛋白质 脂溶性蛋白质 脂溶性 脂溶性 维他命 然后steroid steroid 肋固醇 它也是lipid soluble molecule 这一些molecule啊 大家的性质都一样 non-polar uncharged molecule 然后另外一种呢 就是polar-charged small molecule 这个是小的分子 然后它是polar的 它是charged的 就是各式各样的Ions哦 NA症 CA症2啊 OH-CO2 这一笔的 然后第三种呢 是polar-charged large molecule 所以 这个第二种跟第三种的差别 只是在size 他们都是polar的 都是charged的 只不过第二种它比较大 例如glucose amino acid 就是polar-charged large molecule 然后还有最后一种就是 WATDA 水分 就这四种啊 那么 这四种他们用的方式都不一样 OK 用的 跨磨运输的方式都不一样 那么主要就是因为他们的这 这几个啊性质 一个性质就是polar的性质 就是 啊 hydrophobic或hydrophilic的性质 哎 然后另外一个性质是charge的性质 也没有带电 然后第三个性质呢 就是size 哎 yeah large molecule跟small molecule OK 那么啊 分了这些呢 啊 以后再开始教 啊 用什么方式 是跨磨的时候呢 啊 你们再记得看 他是属于哪一类型的 然后 啊 apply to 哪一种方式跨磨 啊 OK 然后呢 现在要讲另外这个概念叫做 concentration gradient 浓度 抖度 哎 先要解释什么叫抖度先 哎 你看这边这个青色的这个格子啊 他里面呢 的青呢 不是一致的 对吧 啊 他的左边呢 是比较浅 右边呢 是比较深 然后又跑为浅 对吧 最深的在这 大概这一个区域 那么这个变化呢 啊 你不能够发现到 你不能够区分 啊 这个变化是 懂啊 好像这一边是 什么颜色的浅 这边是什么颜色的浅 你不能这样子 啊 区分开来 你能看到的是 它是连续性的变化 对不对 从这边的横前 到这边的 到过去的很深 这个是连续性的变化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这样子的一个连续性变化 我们叫 我们叫做gradient 抖度 OK 那么啊 如果我把这个青色看成是浓度的话 哦 在这个水里面呢 啊 在这一滩水里面呢 我不懂什么原因 总之这滩水呢 它的浓度不是一致的 OK 这个区域的浓度比较高 然后前面的这些啊 这个这一边这个区域是比较稀 OK 啊 然后这一个区域呢 是比较浓 那么的话 我们就讲这这一滩水呢 它有一个concentration gradient 它有一个浓度抖度 那么如果今天我有一个物质 是要从浓的 OK 我这边一个小红点 要从浓的地方移到 C的地方的话 我们要用的字 OK 叫做Move Down Along the Concentration Gradient 老师我不可以用其他字吗 你可以 不过让我 提醒你 OK 这一个这样用这个specific的字 Move Down Along the Concentration Gradient 啊 是 一方面啊 OK 面对现实 SPM 他喜欢用这些字 另外一方面呢 是这样子的啊 用法是大家公认的 就是 I mean 在科学界里面 大家都习惯这样子用 那么今天教你用这样子 用这一些文字呢 就是想要让你可以加入科学界这个大家庭了 所以 那你当 当我现在要形容我这个小红点啊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总之这个小红点呢 要从这个浓的地方 移到这个C的地方 我们就讲说 这个小红点 Move Down Along the Concentration Gradient OK 那么如果这个小红点呢 这边又有一个小红点 他要从C的地方移到浓的地方去 那么我们就叫他做 这个小红点 Move Up Against the Concentration Gradient 所以这边有两个不一样的字 一个是Down Along 一个是Up Against 由浓到C的话就Down Along 由C到浓的话就Up Against 这个很重要 有几重要嘞 那我这边第二张slide讲这件事情啊 啊 我们看这个人骑脚车 那么这个 那个我们以这个三波呢 为浓度 哎 三波的顶部呢 就是很浓的意思 哎 三波的下面呢 就是很C的意思 以这个三波的高度来 来表达那个浓度了 那么现在如果他从这个很C的地方 要骑脚车到很高的地方的话 我们就叫做什么 Move Up Against the Concentration Gradient 因为从C Low Concentration 我不用写C了 从Low Concentration到High Concentration 因为这边这个 这个骑脚车的人 这边这个彭于晏 他要从Low Concentration去到High Concentration的话 我们把它叫做Move Up Against Concentration Gradient 如果你不知道我为什么叫彭于晏的话 我就没有得好讲了 如果彭于晏呢 要从浓的地方呢 骑脚车到C的地方的话 我们叫它Move Down Along Concentration Gradient Move Down Along Concentration Gradient 那么我用这个图呢 有几个目的 就是你看啊 那个三波的高低呢 正好可以代表浓度的高低 然后刚好他爬上去的话 就是由C到高 就是Up Against 他爬上去嘛 Up Against 然后他滑下来就Down Along Down Along OK 所以我用了两张slide 讲这个Up Against Down Along OK 这个东西有几重要呢 我用第三张slide来讲 Move In Concentration Gradient 那么啊 现在这边这个小红点哦 他在他这一区 他的浓度是很高的 对吧 然后呢 他要移到呢 这个这边有一粒小红点呢 他很不合群 他要移到一个浓度很C的地方 那么我们就讲说 这个Red Dot Move Down Concentration Gradient 或者这个Red Dot Move Along Concentration Gradient 或者就是Down Along哦 我刚才一直给你看的 对这个Down跟这个Alone 可以分开来 然后就是这个slide要讲了 然后如果这个小蓝点 OK 他从这个很C的地方 要去到这个 哇很浓的地方 因为他很孤独 要去到很多他的伙伴的地方 我们就把它叫做 Move Up The Concentration Gradient 或者Move Against The Concentration Gradient Move Up跟Move Against 或者我之前跟你讲的 Down Along跟Up Against 都可以 只是你一定要懂得用这个 Move Down Along跟 Move Up Against Concentration Gradient 我这边呢 用了黄字红底 你懂咯 那种中国的那种 大字报都是要这样子的 就是要跟你讲说 这个学会使用这些文字 非常重要 3个slide讲这件事情 好啊 所以 学上来这个 当这个物质要从C到 要从浓到C的话 我们讲 Move Down Along Concentration Gradient 当这个物质要从它本身 C到浓的话 我们把它叫做 当这个物质要从它本身 C到浓的方向移动的话 我们要 我们把这个移动叫做 Move Up Against Concentration Gradient 哎 那么这个小节就到这边了 咱们看完 需要消化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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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